无论经历了所谓的SEC 无论是经历任何事情 都百分之百的相信契合 相信爆料革命 这个焦句好像没调到 这是我最最感恩和感激的 兄弟姐们 我最感恩和感激的 这是我最珍惜的 和战友这份情 我每次到办公室 看到我们现在在办公室的战友的时候 我心里边都是暖乎乎的 因为他们都是那么单纯 都是那么坚定 那么善良 我们长导市长领的这些战友 每次在现场的时候 我都是很放心很安心 我们每天都面临着不同的问题 但是我们有一个 共同灭共的这么一个信仰 建立新中国联邦的信仰 灭共的这种共同的宗教 我们每个人活的都不一样 很多人羡慕我们 我真诚的希望 所有的战友真的感受到 永远别忘了 我们是灭共的 不灭共一切都白谈 那么兄弟姐妹们 我们当我们面对这一切的时候 我们首先想到 你看国内现在什么样子 香港什么样子 香港现在很多那些最有钱的人 最有钱的人 都到了最惨的情况下 而且那不但惨 关键是没有安全感 没有安全感 而且所有的人都害怕 这个明天发生啥 不知道 不可确定 而且都打了疫苗 所以我每天看到我们这战友的时候 一看都没打 只要没打苗这种事情 你看到我们战友 我想 这些人要打了疫苗 是什么感觉 会是什么感觉 吓死人的兄弟姐妹 那会要命啊 是吧 我们一起来为全世界75亿的同类 爆料革命战友和家人 14亿同胞 台湾 香港 西藏 新疆的同胞们 祈福 好 我刚才会和我一样 在导致 对 我刚才会和你一样 在导致 我刚才会和你一样 我刚才会和你一样 呼吸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11点就下线 我现在我看看大家有啥问题 热点问题 不同的希腊的问题 有用的问题 你们提一提 咱们国内的战友有说 特别是国内准备好 国内粮食危机 还有银行这些挤兑 这个现象 我告诉战友们 中共的那10亿的大数据的泄露 仅仅为了查回这10亿的数据 就是他们想把这个泄露的数据给黑掉 给买掉 共产党成立了国家安全紧急 所谓重大事件小组 是由当时政法委书记亲自指挥 在暗网 网络上清扫 有些在云端存储的数据进行黑客 甚至把一些地方的电站给黑掉 这都是共产党干的 全国党干的 你想这10亿的数据有多大 共产党有多害怕 有多害怕 那么再一个就是这个 第二个跟着相关的事情就诞生了 这10亿数据的背后 有中国很多经济数据 这些经济数据会导致 全世界重新看待中国的国家主权评级 国家主权评级经济数据 说明过去 你人口只有10亿人 你的GDP就是假的 那你过去统计标准的技术就是假的 那这些世界上引用 你所有的数据都是上当了 都是骗子 世界信用体系将解体 然后呢 听说 最近马来西亚 还有泰国 包括尼泊尔 印度尼西亚 这些国家呢 都已经在跟美国啊 私下都在表态 说我们要对待中共呢 我们要政治上是好 经济上 我们要跟它竞争 说白了就是 只要你共产党爱听政治 你不搞政治吗 我就每次就跟你说你政治爱听的话 说你政治爱听的话 但是我就是要骗你的钱 我要你的钱 所以说中国老百姓很可怜 包括现在这个银行啊 就中国银行开局的票据 全球的各大银行都在筛选 都在想办法给它隔离 大家你们知道 桥水基金 桥水基金是整个 是王岐山最强性的人 王岐山很多钱都是这个小子管的 从高艳艳到黑石到虚门到整个美国 这是王岐山一个大棋 他现在都撤离中共国了 不但他 capital group capital group也完了 高盛也大量的撤 黑石也在撤 美国的各洋老机都往回抽钱 就是都知道 共产党的你的银行要垮了 那我接收你的银行票据 和你给我的承诺都无法兑现 那我现在赶快跑 这种形成的 这种骨牌效应是很可怕的 所以说大家看到这个的时候 想到我们国内的战友 很多人问我怎么办 说心里话真的没办法 除了你拥有钱之外 你没有任何招 因为你存在银行的钱 他不知道你取咋办呢 是吧 就是你银行的钱让你取了 你去未来买东西的时候 粮食也贵了 你把钱取回家了 警察可能到你家来抢你 甚至把你抓起来 对吧 都是有可能的呀 所以说 最后还是不干掉共产党 一切都是虚妄 英国的自由法案 这百分之百的 对灭共 这是一个看上去很软 实际上很硬的刀子 而且英国现在整个的上院下院 基本上都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 就是英国如果不跟共产党和俄罗斯来个你上我下 那就俄罗斯和共产党就把英国给灭了 肯定会灭了它 灭共后会不会有吃一段大锅饭的时间灭共后 不知道 我觉得不会吧 我觉得共产党在2025年以前一定会被消灭的 会消灭的很彻底 然后我觉得中国会变成一个真正的联邦国家 我再说一遍 然后我觉得量子时代和科技时代 特别是量子天空一体化 全球一体化 AI时代 全球的新的通信系统 还有个加密货币数字系统 然后AI的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会把人类的距离和把人类的通信和生活方式 全彻底改变 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整个人类呢 就需要一个真真正正的大家有共识的 以人为本的 一个真正的为世界人民考虑的 人们都尊重的一个联合国组织 然后这货币组织 也不能是仅仅现在这样的货币组织的样子 是吧 都将彻底改变 这个时候我觉得 在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 你会看到 现在 Ellen Musk要出来的这个新科技 冷科技 包括手机 星链 整个星链在全球的通用 一定会改变人类的 一定会改变人类的 然后呢 共产党现在 所有的抖音 Zoom 所有的百度 所有的微信 都会彻底被下架 阿里云会成为犯罪 全球打压 所有跟阿里云合作的 全部都会被关掉 所以说 我觉得一个真正的 世界的新的通讯媒体的时代已经到来 好 兄弟姐妹们 还有什么要问题吗 山水师傅 露住 太期待 马斯克的手机 马斯克手机一定会厉害的 是苹果最大的挑战 因为苹果 它没有一个通信系统 它只是一个中端商 你不是一个供应商 人家 艾伦马斯克是一个供应商 加终端商的一起 那牛了 牛了 焦鸡粉 阿哲西 护照 护照还得等等 现在没有进展 乌鸦 故事小哥 布鲁斯 春山之子 大家的问题没有什么新鲜的问题 都是一些小问题 都是个人的问题 都是一些个人的问题 我俩觉得我这灯光怎么 这不对劲呢 我咋觉得都不对劲呢 这个灯光 所以说我觉得兄弟姐妹们 接下来 我们真的要好好的享受 大家要好好的珍惜 我们面对这个大时代 这个大时代 真是一个巨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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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代 这个 所有的科技形势 所有的高科技的运行 所有的 特别是14亿中国人 将近五分之一的中国人 对吧 而且我觉得 在这个时代 量子的时代 量子通信 量子医疗 量子农业 而且是量子生物科技 量子通信 这都是了不得的 所以说 我们现在整个新中国联邦 整个爆料革命走到今天 大家能看到 我们对世界的影响 特别是灭共的整个全面的进展 和我们这种务实 微真不贺 爆料革命战 我们所有的决定 包括Gclub 包括数字货币 包括社交媒体平台 包括我们追求的微真不贺 包括跟邪恶势力 坚决不妥协 特别是我们战友之间 这种 在今天这个 拜金主义 和西方资本主义的时代 失去了所有的上天 害整个神 万福万神 和各种宗教 和信仰的这种 失去的末法时代 我们能尊重 这种万福万神 尊重大自然 探索文明 尊重历史 坚持这种微真不破 这是一个不二的法则 就是我们追求的正道主义 没有一个 目前能看到的世界上的 一个任何群体 比我们再聪明的 比我们再和时代 同时进步的 就这几天 国内的很多战友 发很多信息 赶出很多 各界的都有 后悔 无法接受 现在社会的现实 说时代话 还是无知 如果你但凡有点脑子 共产党在这个国家 他怎么可能长远下去 如果他觉得中国有希望 他会把自己的儿女 老婆孩子送到美国欧洲去吗 如果他觉得中国安全稳定 他会把自己的家人 都已经寄托到外国去吗 如果他觉得中国有未来 无限美好 是吧 全人类最安全 全人最人权 最好的地方 他会把钱存在外国去吗 不但这些高官常委 把钱 孩子家人 世生子女存到海外 你见过外国有钱人 有全人去到渔民到中国 上海 广东 郑州 还有什么徐州 锁链女这地方去吗 没有 所有中国唐山大人事件 郑州的水淹人事件 锁链女事件 和今天的郑州 东北圣经 各大银行倒塌 一切一切根本原因 邪恶的背后 就是共产党这个组织 另外一个 阻掌这种邪恶 让邪恶存在 就是中国人 没有辨别真假 没有识 善恶的能力 就这么简单 有什么 有什么神奇的 那么我们的解决办法就是 消灭这个 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 增加老百姓 辨别真假 识善恶的能力 就像打疫苗这件事情 我们已经证明给全世界看了 这是决定的生死 你看一场直播 如果你不打疫苗 你就一切就解放了 是吧 是无限的财富 如果当初你买了洗币 那今天任何人也读不着你 你没有任何失去的 你绝不会赔钱 你赔了 我赔你 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世界人敢说的话 对吧 接下来 新的 这盖特平台是大家的 你还有讲话的地方 说话的地方 有币 没苗 有你自由发声的地方 还有和你命运一体的一些兄弟姐妹战友 这才叫爆料革命 所以说兄弟姐妹们 爆料革命新中国联邦和我们全球的农场战友 珍惜今天拥有的 人最可怕的就是 你既不懂得珍惜 也不懂得感恩 你就不会拥有美好的未来 也不会拥有一个让你快乐强大的现在 这是个基本的常识 谢谢兄弟姐妹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了 因为我11点钟 我必须要有个会 所以说我这满脑子在准备这个会呢 要开这个会 行了 行了 哎呀 这照片啊 哎呀 我的妈呀 拍的老好了 我特别特别感谢全球的战友 在这个刷师弟这个事情上提供的各多信息啊 特别感谢啊 特别感谢 我们这场战争会战很长时间啊 在美国司法币这个黑手没找出来之前 这个战就不会停啊 这是普恒 还有迈奥曼尼 迈奥曼尼记住啊 迈奥曼尼是PAD一直以来的代理律师 他的主代理律师就叫安迪茂斯 安迪茂斯由于严重违反职业道德 去了那个KHill叫邦迪的事务所 但是到现在为止 代表PAD的叫迈奥曼尼 迈奥曼尼律师他最好的哥们儿 就是叫普恒 Paul Heisting Paul Heisting又代表了PAD 从2018年到2022年 6月份 这帮孙子有 就这样的情况下 他说他没有利益冲突 他敢去法官的教宪 抛销 而且司法部竟然没有任何理由情况下 把第一个最最没有conflict的律师 用conflict把它黑掉 而且没走法律程序 而且就是美国司法部 Trust D办公室 下面一个叫Holly的女士 就在法庭上瞪眼撒谎给法官 然后任命的第二个 所谓的普恒的叫Luke 这个Luke竟然在法国面前 发文和说话说 我忘了我不知道代表PAG 或者说我找到了代表PAG 我们这个营业额只占它零点几 他15亿美元营业额的律师 他说这话 你觉得疯不疯狂 基本上浦恒等同以王岐山 来当我的Trust D 比这还夸张 就差了王岐山亲自出院了 很多媒体告诉我说 这次爆料革命 Miles Guo 你们将挖出大事出来 挖出大事出来 说这次能在西方 在美国政治体系 能掀起惊涛骇浪 现在很多人原来不在乎PAG 现在知道谁是PAG 然后呢 都知道叫Peter 现在人家主持人 也都知道了这个Luke 普恒 也都知道普恒 代理什么币安 平安 农行 PAG 招呼行 什么银行 一堆的这些垃圾八糟的 更重要的 代表着好几个 跟我们致命利益关系的 而且他们认为 这是绝对美国高层 司法部里边有人 跟共产党的勾兑的结果 他们都说 还不如直接让共产党 当你刷实地得了 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敌人 因为咱出手是不犯法 不合法的 咱也没这个能力 咱只能让对方先出手 咱们打的是什么拳 知道吗战友们 咱打的是弱拳 示弱的拳 我们要打这个诚实的 示弱的拳 让对方 哇塞 你就是个小屁孩 那么差 冰洋洋的 还敢挑战我们 是吧 然后夸夸就来了 让他们开始打我们 但是我们这就像一个棉花一样 你打过来的力量 我都给你吸掉 这就是咱们的战略 这才能体现我们的以美灭共 以法灭共 以共灭共 这三招 这三个目的 全在浦恒 PAG的个人破产案 全打出来了 他们非常傲慢 myominy 普衡就要钱 一个普衡率 一年十几亿美元 一个myominy 一年十几亿美元 你开玩笑呢 战友们可能 十几亿美元 一大半的收益 跟共产党有关系 不就是钱吗 傲慢吗 他觉得我这块 美国司法部的各种高官 都退休 都到我这来上班 我这个小破 郭文贵算个鸟啊 是不是 弄死你还不一分钟的事吗 咋的呀 是吧 他比共产党还傲慢 所以你看那个look 到法官面前 瞪然说瞎话 哎呀 我今天 哎 by the way 我才发现 我代表PAG 而且是 我不知道他母公司 也叫PAG 昨天就递交文件 我们2018年就代表他们了 一直到2022年 但是 我只站在银耳哥的零点零几 这跟你银耳哥是啥关系 杀人 说这个人死了 是我参与了 我捅了一刀 但是 我只捅了十分之一刀 或者百分之一刀 你大爷来的 你孙子呢 说的话 你有没有利益冲突跟你银耳哥多少关系 何况你那0.04占百分比 已经是几百万几千万美元了 就这样 普衡的律师就是说 你觉得他能配当律师吗 解释戒律的律师吗 而且他跟共产党代理了所有的大案子 你觉得他能不腐败吗 他能不勾兑吗 是吧 这对事对咱 咱说人家信吗 没人信 所以说法官的录音 曼宁法官的录音 和Mailman的文件 还有这普衡的文件 那是最好的 大家全傻眼了 所有的律师都傻眼了 我才在美国还能发生这事 这就是当年艾利波一迪 斯蒂芬问 海根巴斯姆因钱卖命 被共产党抓住白饼 被威胁 被人家蓝金黄 然后普衡又喂了几个鸟签 把所有的律师事务所 所有的未来全押上去 然后这个Luke 这种所谓挫失地的人 说在美国最aggressive 最血性的一个人 他给谁当挫失地谁惨 我们会联系所有的 他过去当过挫失地的 所有当事人 我们让所有这个Luke 普衡当过挫失地的案子 把所有人都连在一起 就他不会仅仅在我们这个案子造假 玩弄法律 腐败 他一定在所有的案子上 他都会有 就是他到昨天提交文件 包括那天去法官面前那种傲败 包括普衡绿书说瞪眼说瞎话 删这个他电脑上的网页 他绝不是第一回 他一定很多次了 所以说战友们就把所有的 有本事的战友们 别老说行动 把普衡 所以这个Luke代理过的 所有的所谓trust地 和普衡和中共的 所有的上市公司的交易 大家能挖就挖 任何一样挖出来 都有巨大的价值 把普衡的事搞明白了 爆料革命 谢谢小福利 谢谢三票先生 十二个问题 实际上十六个问题 谢谢墨镜 谢谢小白 谢谢阿甘 好像今天没他们事啊 但是一大早上起来 还是叫起来 关于这种直播的事啊 谢谢所有的兄弟姐妹们 哎呦我的妈呀 赶快赶快 谢了兄弟姐妹们 谢谢了啊 星期天我们再直播 星期天还是七哥 答疑直播 答疑直播 如果是有其他农场的话 我们可能会临时改啊 星期天答疑直播 谢谢了兄弟姐妹们 给你整签去 整不整 再见